观众朋友球迷跑 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2009年世界斯诺克大奖赛第一轮的比赛 这场比赛呢是比特埃布顿对梁文博九局五胜制的比赛 比赛呢是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进行的 这场比赛呢也是由全国冠军 我们大家的老朋友随心见和我们一起来为大家解说 大家好 在赛前啊很多这个观众也有很多的媒体呢都预测 连文博战胜比特埃布顿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但是这个比特埃布顿给人的感觉就像一直在打盹的老虎一样 一旦发威的话 也确实是不容易打 这个毕竟世界冠军不是白当的 对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就醒过来 就好像上个赛季这个中国公开赛 一个赛季都很多都在输球 偏偏是中国公开赛联赢了五场的冠军 对啊 那现在这种状态是很说不准的一种状态啊 由于这个年龄比较大了 今年已经39岁了 这个经历上还是多少是有些跟不上 但是呢 如果他是 我觉得这个这个埃布顿呢 如果要是重视某一场比赛的话 某一个比赛的话 那么只要是去加强训练 然后呢 这个再加上一些这个年轻时那种斗志啊 其实也比较难赢 这埃布顿应该是一位很有斗志的选手 对 而且在打得非常聪明 他可以根据不同的对手采用不同的战术 对 可以跟阿沙利文打得像这个老牛一样 慢吞吞的 对 也可以和亨特利打得像那个猎豹一样的迅捷 嗯 确实是有这种段子 对 阿沙利文有一场比赛 我记得挺轻的 阿沙利文打极了 对 阿沙利文给打极了 最后说 嗯 当然也比较 也还算是比较尊重啊 因为这个 我很理解他 毕竟他还要生活嘛 哈哈 其实这个说出这话来就已经是感觉 非常生气了 嗯 但是我觉得各种的这个根据不同的对手采用不同的战术 也是斯诺克的一部分 对 而我想现在的阿沙利文应该是可以理解到这一点啊 嗯 这个在上海大师赛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他对西金斯的比赛 啊 半决赛的时候 他也是呃 采用了很多的这种防守的这种打法 嗯 也不着急 不像以前我们看到的这个阿沙利文啊 这个纯进攻型的啊 那么在 也打得很严谨啊 对 非常严谨 而且速度也确实降下来了 嗯 就你说阿布顿打得慢吧 他跟亨能力的时候打的是闪电战 嗯 当时是给亨能力打懵了 嗯 他就说哎 这事还不用打 对 出提不易 没有想到啊 嗯 有时候也是感觉到自己状态来了 手感好的时候啪下去就打也不用瞄了 主要就是手感 他肯定是有手感才会这样去打 这个用自己的节奏来带动对手的这个节奏是一个非常高深的一个战术啊 嗯 这个好像是武林的高手一样 每个高手都有自己的领域 如果你的领域被对手的领域去影响的话 确实是比赛不容易躺的 对 我最重要的是有有的时候这个对手啊 他没有没有发觉自己已经是跟着哎 对不知不觉就转进去了 对 这个是比较可怕的 嗯 阿布顿可以做到这一点 23 好我们看这个比赛啊 现在的临时排名啊 阿布顿是第24位 嗯 而这个 所以从现在的临时排名还有单赛季来看的话 他可以说这个状态上还是要比还不能讲强一些 哎 这一根输得太多了 还会去坚持进攻吗 一根只能 他看了拿下的只能是方手的 没有 没有什么进攻的球 可以打 没有打到球 刚才好像是没有打到啊 是 我们也没看清楚啊 贴球呢吗 没有贴球 嗯 嗯 看来是很薄啊 看这分数没有 没有发分 是非常轻轻的擦的过来 很薄很薄 双方和财犯都没有意义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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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杆的防守是碰到了绿球 看摄像机给这个角度啊 告诉我们这个 这两颗红球是有关下 作为这个场上的艺人员来说的话 他们必须要考虑了这个下球之后的白球 能否较到合适的彩球 来看梁博准备去进攻 刚好是避开了黑球 刚好是避开了黑球 大家看黄球 大家看黄球应该是稍稍带了一点点的角度啊 那如果直接第一根缩回来的话呢 这个角度的并不是很容易能不是很容易能控制啊 大家看是不是刚好吃到了枯角啊 很别扭的一杆球 刚才如果这个干法用高一些的话呢 可以叫到最左边那个单独的红球 但梁博呢 想这个稍稍的打厚一些 让白球吃到这个中带角的下方啊 来去走下方的这个这个红球堆里面的红球 我吃到了桌角 并不是很理想 要靠准度 好球 负 负